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要带大家吃英国的肯德基 看看它内部的布置吧 可能哪个地方的肯德基布置都差不多 因为今天来的比较晚 它就感觉有点就和都打烊了似的 那边都不准进了 在这边呢玻璃右边排队 我排队前面就几个人 我喜欢人不多 因为人不多呢我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来拍照了 我喜欢它这个画子 我感觉下次有空带大家再去吃麦当劳吧 这边上的布置就是这个样的 那边是软饮料 然后小叉子什么的都可以自己拿 给大家看一看上面 待会呢人家走了 这个机器呢就是我待会要和Aurea 做的这个叫什么来奶昔 然后它这边的小cookie都可贵呢 一磅六一小块其实超时也有卖的 上面的价格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反正你自己算算吧 人民币大约是8给我感觉 成要是我这个box meal吧 我感觉六五磅九九吧 一般box meal都是这个样的 这待会给大家看看里边都包括了什么 我每次来都是点一样的东西 collect hair就是你付完钱以后在这取餐的地方 这是它的刷钱的机子印过 基本上都是这个样的脏糊糊的都是 可不就是这机子刷钱的整天有人摸 这些料呢都是随便取的 吸管你自己help yourself就是了 这个女的现在就在做这是我的这个oreal drink 感觉还挺稠的你看下来喝那个冰糕似的是吧 下面一层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感觉是小饼干它晃悠晃悠 然后又拿到左边去不知道加了些什么 可能是一些水吧 这是一些固体状 现在就拍不到了还到这边加的一些啥 加了给大家看看 反正这是我最喜欢吃的 这个是oreal drink 给我感觉今天比较浓一些 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吧 先看这个box meal 就是我点的这个dinger burger 拿出来给大家看 这是我最爱吃的这个辣乎乎的这个burger 然后我说 你看这里边它就包括两个辣的鸡翅 鸡翅膀 然后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甜玉米 有这个甜玉米 还有一包薯条 其实我不大吃薯条 我主要是比较喜欢吃它这个汉堡包 sweetcorn 然后还有两个辣的鸡翅膀 这个oreal drink很逗 我去的时候 你去十次有五次 这个机器都不能做这个东西 哎弄反了 你看这个人不放反了 没有关系 这个辣的鸡翅膀应该好吃 我们一起来吃 把它放到这个盘子里边来 然后再吃 其实这些薯条我顶多吃一半 这个甜玉米呢 我觉得和超市的甜玉米不同的 就是这个呢 比较的比较的黏糊 比较的软化 超市里买了自己煮的呢 觉得比较硬一些 还不清楚为什么不同 然后这两个鸡翅膀 大约是花了多少钱呢 它这个汉堡包 你看汉堡包 汉堡包 薯条 两个鸡翅膀 一个甜玉米 加上一杯饮料 是五磅九九 但是这个饮料呢 你可以换成分塔可乐 那种猫气的 苏打的 如果要换这种奶昔 就是加奶的 这是我最爱喝的 它这个奶昔 单独在这边卖的是一磅九九一杯 如果是你们买的这个套餐 把它那个 把那个饮料换成这个样的呢 就是 加上一磅钱 所以这个box meal 从五磅九九变成六磅九九 就算七磅钱吧 今天晚上这顿饭 还是同样的道理 我在吃饭之前呢 先请大家吃一口 这个炸鸡炸鸡吃 哇 非常的好吃 辣呼呼 来给大家盖上 先请大家吃一个怎么样 这是我最爱吃的汉堡包了 来咬一口 啊呀 好吃啊真好吃 来吃一口 然后呢 薯条我再加上了ketchup 然后呢请大家喝这个东西 凯德基呢就吃这些东西 就总是点一样的餐 麦当劳呢 我知道有个同胞还和我说过 麦当劳有时候有卷一磅九九 一个burger加chips 但是我今天呢 特别想吃kfc了 我其实最爱吃kfc 你看 这吃kfc的鸡肉 是不是它真的是鸡啊 不像有的时候 你买的超市里的鸡 或者是 你买的有的时候 那个burger 那个鸡就是mash up 这个真是就是一个整块鸡 怎么样 吃鸡的同学来咬一口 哎呀 香啊 香啊 太香了 辣呼呼啊 来吃一口吧 这个里边呢 我就不加盐 哎怎么还出现一个干燥的叶子呢 给它加上点tomato ketchup 加到这边 你看这里还流了一点水 这就是晚餐 就解决了 OK 但是我觉得英国这边kfc的薯条 做的没有麦当劳的 它比较soggy一点 没有它 没有麦当劳比较的脆 不过也行吧 来吃个吃个扎薯条 看看这个 给我感觉呢 今天的比较浓稠一点 它有的时候就感觉没有这么浓稠啊 里边还加了一点这个 叫什么小饼干的摸摸子 我最喜欢吃了 小恐龙和我说从网上也有卖的 不过英国这边我没发现eBay上哪里有卖的 所以我也不是很经常吃 所以一般就上kfc了 什么时候馋的时候就上那去吃了 来喝口这个吧 可好喝了 这个就是小饼干 Oreal的小饼干 Oreal 哇 好吃好吃 来喝一口 现在呢 请大家吃这个 我最爱吃的炸鸡翅膀 它今天还是挺有良心的 给我这两个都比较大 有的时候呢 你点的我都比较小 今天这个还行 你看外面酥酥脆脆很好吃 来吃一口 也不错 也不错 咬一口给大家看看 这个呢我们的土花馆它叫棒子 其实就是玉米 我们叫棒子 这个棒子呢特别好吃 来 哇闻上去一打开就 它里面 它外面给我感觉裹了一层黄油 然后咬一口给大家看看吧 都流水 特别嫩 就小嫩棒子 清楚现在就是国内的价格 如果要是这么一份mio 大约多少钱我也不清楚 我觉得应该全球可能都差不了太多吧 这个呢就是自己在家里做的果冻 就和喜之狼的 喜之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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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之狼的没法比 因为人家喜之狼呢 我觉得比较有弹性 不过这个自己做的吧也是挺不错的 下次它在做的时候呢 我就给大家再猜下来 我每次吃pudding的时候 都好用这个画着大鱼的碗 是不是很有中国特色 但是我跟大家说句实话 我买这个碗的时候呢 没有去中国华人超市亲自去 我就是从网上订了 交了油费 它给我运过来 我当时候来有 我买了可多呢 差不多得有四五十个吧 这种大碗小碗 碟子大中小的 后来都被我卖了 就留下这么几个了 就出了一个问题 它就是寄过来以后 你挪上去以后参差不齐 就感觉呢 这个碗的标也不 所以说你买这些东西 还是得亲自去 你不亲自去 就感觉好像被骗了似的 所以我后来呢 就以三分之一的价格呢 又给它卖出去了 哎呦 这是个大菠萝 菠萝的这种的jelly 我先把它咬到这里边 然后再请大家吃 因为这个勺子呢 就不动了 哎 它挺端端的 它挺端端的 现在进来把这个勺子太小了 今天吃 吃这么一点吧 大菠萝 我觉得这菠萝的这罐头 比这个新鲜的好吃 一般都是新鲜的好吃 这个菠萝罐头例外 你听见了吗 蹲蹲蹲蹲 挺弹性的 来 尝一口大菠萝咋样的 来我尝一尝吧 来大家也吃一口 我给它打个十分吧 挺好吃的 应该是挺好做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的 它每次都是它做 它做了以后放冰箱里吧 好几条了 前天做的 还是昨天吧 我一直没吃 它说我做了 你又不吃 你做了这么一大碗 你这么一大碗 那怎么不得吃好几天啊 你说我那天嘛 冰箱放到这 再也再放到冰箱里 我就吃这么一点就够了 来 晚饭呢就解决了 大家有Costco的会员卡的话 您去Costco买 也能买得到 给我感觉是一个样子的炸鸡吃 就是这么一大包 好像我在我记忆中是十几磅钱吧 不过里边的鸡翅就和它这一模一样 那个味道 就是你自己在家再烤一下就是了 就比较费气 大约得烤个三四十分钟吧 就熟了 因为我现在会员卡到期了 我也没有再去买 不过我以前有会员卡的时候 我是经常去买 就感觉味道都差不多 你在从那个Costco再买 也是这种带着Sesame 带着这种芝麻的这种的Burger 给它加到里边去 给我感觉味道是非常一样的 因为你毕竟在外边吃呢就贵一些 你自己在家做呢就便宜 只不过就花点时间 就好像出去点外卖似的 我要在英国点一份蛋炒饭的话 差不多 现在以前是两磅四 两磅二 现在给我感觉价格涨了 嗯 差不多就是要三磅 两磅八九 一般都得三磅钱 三磅二十四人民币吧 差不多 反正我下期要是再点 再出去点外卖的话呢 我就尽量呢给大家拍一下 看看我一般都在英国吃什么样的外卖 大约价格是多少 和中国饼呢是便宜 我觉得这些外卖也哪个国家 都像KFC也什么 没有说什么可能全球统一价吧 因为本来KFC这个老头不就是美国的吗 OK今天就说到这吧 反正洛里巴塑呢 今天晚上就吃了一个肯德基 我今天呢反正就是坐在这吃吧吃吧了肯德基 又稍微吃了一点pudding 就坐在这休息了 其实我吃了肯德基就不饿了 但是我就觉得那个pudding放了很久呢 要是不吃也坏了 倒掉挺浪费的 有的时候把它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冰箱里做了菜以后 有时候坐着坐着忘了 往里边放 往里边放 第二天坐了又往里边放 放着放着就是就给放坏了 所以有的时候呢这冰箱也是 你得勤翻腾翻腾 看看你昨天做了什么菜 前天做了不行就得扔一下 就我就经常这个样 就拿出来一开牙 这是啥时候做的东西啊 都坏了就扔了之后 真是挺可惜的 反正有这么一种感觉浪费粮食 所以我喜欢看苗阿朵同学吃饭 大家有如感兴趣 她吃啥都很香 而且一粒粮食都不浪费啊 所以我觉得这闺女真好 你看吃啥都一点也不浪费 我得向她学习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 也是特别爱吃这个box meal 还是这个辣乎乎的这个burger ok我们今天说到这吧 下次再见 感谢收看 感谢收看 拜拜 下次见